好 继续来关心在不逃群聚过后 有部分县市一度祭出了必逃令 而且网路上还流传像这样的假消息 说台铁的列车从1月30号起 会采取过站不停的方式 不会停靠在桃园站还有中立站 消息一出台铁官网郑重陈清 没这回事根本就是假消息 也呼吁民众这样的做法 只会加强大家的恐慌 会让疫情宣导资讯更加困难 另外还有人冒充了指挥官城市中发信 要大家不要出门 也再次提醒大家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如果散播不实的消息 那么最高可开罚50万 火车性战旅客快速上车 自从不逃群聚事件后 有部分县市一度祭出必逃令 近来在网路上更流传出这个消息 网路消息写着 因为桃园疫情严峻 火车自1月30号起 将才过站不停的方式 不停桃园中立站 消息一出台铁官网火速澄清 这是假消息 更表示传出这种假讯息 不只造成人心恐慌 也会造成防疫宣导资讯的困难 要民众别听信谣言 这个是昨天下午1月27号下午 所传出来的谣言 一定要以官网为主 依照目前正常的行驶 状况行驶 防疫假消息不止如此 更有人冒充指挥官 陈时中写了这封信 说出门前先想想 别连累家人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要大家在家在家在家 最后庶民陈时中 经过查证 这也是谣言 另外还有哲哲说 一般口罩的防护力 已经不够 连医护人员都染疫 最好带M95出门 小心这也是假消息 我不会觉得他是真的 他就只是文字而已 人心惶惶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 这样反而会造成大家恐慌 网路的假消息也是很多 对啊 就是还是要看你们电视新闻的为主 虽然大多数民众都能分辨 不过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如果散布疫情相关不实的假消息 最高可处50万罚金 提醒民众得小心求证 节奏一听洋芋达台北采访博多